浓妆艳抹的女人 对着老外熟练比划着首饰 这是她们之间的特殊暗号 不同的首饰 代表不同的价格 如果对方接受了女人的报价 就会跟着她离开 这就是90年代的法国巴黎 下海打工的女同胞们的现状 在家人面前看似光鲜亮丽 拿着一个月两万块的高薪 实际上却是在用身体换钱 明知道这种事情不光彩 却还是有不少家庭 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不惜借下高利贷 只为送妻子出国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两万块钱是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丽娜就是其中的一员 她的家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县城 丈夫在工地上班 勉强维持着一家三口的开支 可是一场意外伤到腰 不能再干重活 这对于丽娜一家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 再加上前些年给父亲治病 丈夫欠下了30万外债 现在又失去劳动能力 家庭的重担全押到丽娜身上 可是她微薄的收入 根本无力支撑这个家 偶然间她听朋友说 在法国做保姆每个月能赚2000欧 相当于两万块钱人民币 如果自己生活节俭一点 只需工作两年 就能还清30万外债 还能带十几万存款回来 在老家做点小本买卖 丽娜一下动了出国的念头 于是她和丈夫商量后 不惜借了一笔高利贷 抱了一个旅游团来到法国巴黎 和那些悠闲的游客不同 丽娜一下车就混进人群 不赚够钱她是不会回去的 一开始她还抱着美好的幻想 可是现实却狠狠扇了她一巴掌 因为她是黑胡 没有合法的工作签证 根本没有老板愿意请她 再加上语言不通 找工作的路困难重重 身上带的钱也快用完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中国同胞 家里正好邀请保姆 可是去了才知道 2000欧的工资是给本地人的 像她这种中国保姆 一个月顶多500欧 也就是不到4000块钱工资 这样的收入远远达不到丽娜的预期 辛苦工作一个月的钱 甚至还不够自己在法国生存 更不用说往家里寄钱了 但眼下也没有合适的工作 丽娜只能先一边坐着 一边寻找更好的工作 但是保姆的活也没有想象的轻松 雇主明明也是中国人 却对身为老乡的丽娜格外挑剔 不仅各种挑刺客客工资 还把自己儿子摔坏的花瓶 算到了丽娜头上 狮子大开口扣了她100欧 张嘴闭嘴就说东北人手脚不干净 丽娜终于忍无可忍 她一气之下辞去了工作 无家可归的她来到一家饺子馆 想要吃东西可是身上的钱不够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身后一个女人和老板发生争执 明明自己点的是面 老板却上了炒饭 女人要求老板换回来 老板却不耐烦地表示 东北人就是麻烦 这让同事东北人的丽娜忍不了 她直接怒怼老板 明明是老板自己上错菜 却反过来怪东北人破事多 在异国他乡能遇到老乡 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身后的女人邀请丽娜坐下一起吃 女人名叫梅姐 得知丽娜没有住的地方 还热情地把她带回了家 这是一个群租房 拥挤的房间里住着七个中国女人 地方虽小但五脏俱全 厨房卫生间该有的都有 一星期一百二 一个月三百五 丽娜拿出仅有的一百四 交了一个礼拜的房租 她必须在这一个星期内找到工作 不然就真的要流落街头了 可是腿都快跑断了 还是一无所获 这段时间的相处 她也知道了群租房里的女人 其实都是做皮肉生意的 她们一开始也和丽娜一样 想着找份证金工作 可是一没学历二没身份 根本没老板愿意请她们 但是当地的法国老 很喜欢东方面孔的女人 所以做这一行很有市场 每天都能赚最少两百欧 起初丽娜是抗拒的 认为自己和这些人不同 不想和她们有太多交集 每次大伙吃饭也总是借口不去 但是丈夫却打来电话 原来高利贷找上门 不得已卖掉了房子 现在一家人无家可归 她询问妻子什么时候能寄回来钱 丽娜不敢将事情告诉丈夫 晚上她看着儿子的照片 内心五味杂沉 第二天她悄悄跟在美姐身后 学习她们接客的方式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偷偷接客 心底最后一丝自尊心驱使 让她没有把事情告诉美姐 可是天天住在一起 美姐早就心知肚明 但也默契地没有多问 丽娜暗自下定决心 只要还清贷款就回国 直到这天 她遇到一个特殊癖好的客人 丽娜被折磨得遍体鳞伤 她躲在厕所嚎啕大哭 美姐什么也没说 只是默默抱着她 从那以后丽娜放下身段 加入到姐妹的队列中 她们结伴同行互相照应 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她一个月可以往家寄回不少钱 白天她放下头发浓妆艳抹 身份是站街女 晚上与丈夫视频时 则挽起头发素面朝天 是温婉的妻子 两年时间一晃过去 一家人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仅住上了干净宽敞的新房 30万的欠款也还清了 丈夫还打算开一家小卖部 做点小本买卖 丽娜有了回家的打算 但是丈夫却告诉她 弟媳丹丹也想来投奔她 小姑娘听说丽娜在法国赚了不少钱 丈夫也动了送妻子出国的打算 丽娜本想拒绝 可丹丹却说家里借了高利贷 就为了送她出国 手续都办好了 可是丽娜有苦说不出 家里人一直以为她在做保姆 单纯的弟媳根本不知道事情 一旦她来到这里 自己的事情就会暴露 又该怎么和丈夫交代 年轻女孩怀揣梦想来到巴黎 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繁华大都市并没有自己想象的美好 作为黑户找不到工作 住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 餐餐只能吃泡面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工资还不如国内 丽娜劝弟习丹丹先回家 但是丹丹却说 家里为了送她来法国 不惜抵押房子借高利贷 眼下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年轻的女孩以为外国的空气都是香的 外国人的钱最好挣 可是到了国外才被县市狠狠打醒 没有学历的她根本找不到工作 可是看着嫂子都有高薪工作 小姑娘说什么都不肯回去 还责怪嫂子明明有赚钱的门路 却还藏着掖着不肯说 丽娜无奈只能向弟媳坦白了一切 原来所谓的工作就是战阶 得知真相的丹丹备受打击 可是就这样回去 家里也不可能同意 她只能放下尊严 跟着丽娜走上街头 但是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同 丹丹只接了一个客人就彻底崩溃 哭着求丽娜带她回国 没办法他们只能踏上回家的路 临走前丽娜叮嘱她 一定要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 一见面丹丹的丈夫就责怪她 觉得都怪妻子吃不了苦 出个国前没挣到 家里还欠了一屁股债 有人忧愁自然有人欢喜 丽娜的丈夫带她去参观自己的小店 以后她可以当老板娘 在家躺着数钱了 丈夫脸上是洋溢不住的喜悦 口中描绘着美好的未来 丽娜觉得自己这两年的忍耐都是值得的 一家人其乐融融 可是有些习惯却刻进骨子 晚上丽娜洗了很久的澡 她想把身上的脏东西都洗干净 但是心里的阴影却挥之不去 可她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觉睡醒丈夫的电话打不通 家里人的眼神也很奇怪 她来到两人的小店 看到丈夫瘫坐在地上 喝得烂醉如泥 原来地息顶不住家里的压力 把丽娜的事全都抖出来了 我这几条骨就被戳爆了 这媳妇都卖到国外去了 丈夫无法接受现实 两人大吵一架 你给我滚 滚 气愤的男人转身离去 丽娜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委屈 她做这些也是为了这个家 如果不是小叔子执意要送妻子出国 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来 自己没有本事 就想着靠老婆赚钱 最后又嫌赚不到钱 还在家打老婆 其实丽娜不怪弟媳说出来 要想人不知除非几末尾 只是现在家里闹得一地鸡毛 她只能默默收拾烂摊子 接送儿子上下雪 在家洗衣做饭 还要照看店里的事工进度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才敢默默流泪 直到这天她接到丈夫的电话 丽娜带着儿子前去探望 狭小的出租房里挤着一家人 丈夫什么都没说 曾经的事情好像从未发生 他们沉默地在厨房忙碌 平淡地好似两个陌生人 时间终究会抹去一切 她何尝不理解妻子的苦衷 但是心中的那道坎却始终过不去 还有身边人一样的眼光 也许只有在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他们的生活才能回归平静 丽娜的选择有错吗 其实错的不是她 而是这个无奈的社会 作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她没有选择的权利 只能为了生存拼命挣扎 她渴望改变命运 却最终走上不归路